那么接下来也希望所有现场和线上的朋友一定要持续锁定 因为我们准备了众多的福利和好玩的环节给到各位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小凯光临现场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就欢迎小凯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哈喽 现场和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武汉见面 同时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 所以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何家团圆 今天小凯帅不帅 当然每一次都非常帅 今天是白色限定皮肤 很帅 很优雅 主要是戴上了墨镜 暴龙的墨镜 是 其实墨镜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单品之一 没错 而且墨镜的造型基本上都是在暴龙的活动上出现 就算是专属的造型 专属造型 说到这个专属造型就会想到我们上次就在上海嘛 对不对 对 然后也和所有上海的朋友们分享了我们的新品 那今天其实小凯也带的就是我们最新的合作款 对 这是我们4月份发的一个新的合作款 一块也会介绍一下 是的 那稍后会为大家详细介绍 当然我相信今天有这么多这么多朋友来到现场 大家都非常关心小凯最近在忙什么 分享一下近况 好不好 最近的话因为刚杀青一个组嘛 然后在筹备后续的项目 然后就是大家看到的就当了演唱会的嘉宾嘛 是啊 天呐 对 比较开心 很开心 那最近我相信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也非常开心 有机会可以经常进到我们的小凯 那刚刚呢 我们已经分享完了近况 今天也带来到了要你好看的活动上 我们其实也准备了很多好玩的互动环节 对不对 好 我很期待 很期待 对 当然我也自信满满 自信满满 那今天有这么多来到现场的朋友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的 其实我刚进场就想说 这个大家保护一下嗓子 这个声音太大了 我觉得就大家稍微保护一下嗓子 这个很重要 是 好吧 是的 所以说各位要乖乖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安全保持秩序 然后大家一定要喝好自己的嗓子 各位对于小凯的爱已经收到了 对不对 已经收到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启这一场 要你好看的旅途 首先 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在现场来分享 暴龙的新品 对不对 这个我真的非常期待 就是当我知道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我就很想去了解 然后去试带一下 是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同把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天哪 好醒目的我啊 非常醒目 很醒目 上一次其实四月份 我们聊完之后 我第二天我就带着他出门了 这样就很方便认到 同样都是小螃蟹的各位 啊 这个墨镜真的是非常酷 对 他这个 还算是比较有科技感 有未来感一点的 没错 因为其实这一款 就是我们今天小凯所佩戴的 叫做BX4005 他也是我们这次2024年 为大家推出的联名限定款 然后呢 就像小凯说到的 科技感满满 对 但同时我觉得他兼顾的日常性也很强 很强 不光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好搭配 不光是你日常的穿搭也好 还是随手带走 都非常好看 是的 主打的就是一个好搭配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在任何场景下都可以去佩戴 包括呢任何的脸型 任何的这种服饰 我们都是可以完全hold住的 是的 嗯 好的 那介绍完如此又帅又有型的联名合作过后 接下来我们今天还有第二份新品的物料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好不好 好 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下期待 帅不帅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看有点汗流浃背的感觉 就是当了大家的这个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 一起欣赏小凯的顺势美颜 不过这次TVC真的不是帅 帅迷糊了 其实我在拍摄这支广告的时候 就已经在观察就是在注意到这个眼镜了 因为它真的很有形 没错 我就一直在等它什么时候上市 这款的就是我们的BJ3195 其实我今天也佩戴的是同款 我是黑色的 然后TVC当中是这种太空的颜色 对这个配色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很特别 然后呢它是这种原点的拼色 所以说大家你亲自戴过后 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魅力 而且实大性 稍后呢我们会在现场和小凯一起来 佩戴我们的全新的系列 好不好 好的 那现在我们的两个新品已经全部揭晓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更有趣的环节 今天咱们做什么游戏 玩什么挑战 大家说了算 好不好 我们准备了八个挑战 然后呢 小凯是完全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挑战的 然后你凭借大家的反应 大家也许说要做 也许说不要做 然后你来决定要不要做 我怎么决定呢 就是你可以背对的大屏幕 然后但是你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然后你就说我要做 或者是我不做 行 行不行 好 你说了算 大家说了算 那我们就开始 惊喜 要不要 那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挑战是什么 不能转身哦 这个要不要呢 不要 开玩笑 要要要 要要 第一个咱们怎么得来一下 对对对对 咱们得玩一下 行 那说到第一个呢 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第一个挑战 可以转身了 叫做戴眼镜 emoji猜游戏 那在这里呢 我也给小凯拿拿上 我们的BX8001 我们来佩戴这个 好不好 好 哇 哎呀 哇 哇 你看这方圆形的镜框 就很修饰脸形 很好看 非常帅 真的 那我们就带上 这个BX8001 开启我们的emoji 大挑战 好不好 我们有三组emoji 分别代表了 不同的成语 我们来看一下 小凯能不能猜中 背后的含义 首先第一道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 琴棋书画 琴棋书画 谁提醒我的 我就想问问 难道我猜不出来吗 就是 咱们可聪明着呢 琴棋书画 好 没错 那接下来来看下一道题 刚才那个提醒我的人 我提醒你一下 下次继续提醒 提醒得很好 下次继续 妙笔生花 声音从那边出来 这边的观众加一分 妙笔生花 妙笔生花 来 还有最后一个 emoji来看一下 走马观花 不提醒了这个 这个我自己来吧 走马观花 可以 天哪 太棒了 大家心有灵犀 那我们的第一关 emoji 顺利通关 好不好 但是各位应该有发现了 我们在完成这一轮挑战的同时 我们的小凯也佩戴了 BX8001 这个其实是科技感满满 它是一整面的感觉 然后是无边框的 对 而且它这个镜框 真的很修饰敌心 但是真的也很舒适 很舒适 就是未来感满满 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从侧面看 它的这个镜片非常的薄 很帅气 是的 那我们下一个挑战吧 下一个挑战要开始了 朋友们 还是要听各位的 好不好 你们来说 要或不要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挑战 这个挑战咱们要不要呢 那就要吧 要吧 要 你们觉得要不要 这个问题也确实不该问他们 他们肯定都说要 是吧 那就来 自己喜欢的墨镜风格是什么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墨镜风格 还是偏潮流一点的 那我就知道 暴龙其实有一款 是我自己比较的喜好 这边 对 它就是这款 它是一个 曲面屏 它是科技感拉满的一个曲面屏 没错 就是看上去就很有未来感 是 对 这个要不要尝试一下 再尝试一下 好嘞 今天可是过瘾了 每一个咱们都佩戴试试看 哇 这个戴完之后气场全开 我就立马要这个退避三十的感觉 哇 有一种 而且视野都打开了两边 是不是 对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小框设计 同时它是科技感的曲面屏 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视野 而且非常的科技感 很好看 那接下来 分享完风格过后 我们要开始下一个了 好不好 来 请看 第四个小战 要不就一块看吧 反正他们应该说的都是要 要不要吧 不要 你看这个有可能 这个不要 很遗憾 但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 要一下吧 那就要吧 随机赠送 惊喜福袋 必须要 必须要 送礼物好不好 那我们就在中间这个区域当中 那我们来说两个数字 然后我们就把这份福袋送出去 好不好 两个数字 就是横排和竖排 横排和竖排 这个一共是多少排 一共应该是有六排 OK 那就 随机都可以 或者今天几月几号 我觉得用今天几月几号也蛮好 今天是六月七号 那就七排六列吧 好 六排 六排第七列 那就七列六排 好 所以就是 第六排的第七列 好不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的 稍后呢 凭借应该是个座位号 他们做的不太直 其实分不出来 没事 我们公主人一会儿来 帮助大家 把这份福袋送出去 行 好的 再次感谢各位 那么接下来 送完福袋过后 我们来惊喜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挑战会是什么呢 这个我说实话是迄今为止 最难的一个挑战了 哦 那就不要了 那就不要了 知难而退 对 知难而退 但是我 我真的要替大家 某一个福利 这个真的很想看 对不对 很想看 这怎么办 那我看看吧 不也提醒你 不也提醒你 护眼 刚刚我们也分享过了 小凯特别 我们就来换上 B3195我们的新系列 分享一下护眼 好不好 这个真的好看 这个确实今天非常好看 这个配色很特别 而且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温润的板材啊 会让你觉得质感很多 很好 很有质感 行 那我们就要第一条件咯 说一下 重庆话 护眼 提醒 好不好 行 开始 来 那我们所有朋友们要安静咯 我们来一起聆听一下 来自于 小凯 重庆话的 语言 提醒 邀请 护眼 提醒 小凯特别 稍 收接 晚上水 搅钱 不要刷 收接 扛 二十秒 扛二十秒 绿色之谱 每一个小时 五分钟 眼包检操 包着你眼睛号 援保 娘 可 喜欢 可以收到 希望大家呢 都会好好地爱护眼睛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看到更多更精彩来继续小凯的舞台和作品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一个挑战 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怎么看 这个不错我觉得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没有一个说不过去 被你识破了我们这个游戏的环节 那就来吧 来吧 咱们这个环节叫做墨镜帅气三连拍 我们来戴上 那你戴上我们的 BL5088 好 好嘞 又要更换新皮肤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哎呦 哎呦 哇 来吧 来吧 轻盈 这款真的很轻 而且它也是这种科技感的纯平面 所以它看上去也很精致 是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中它是这种 新式的 有点酷萨 猫眼的感觉 很好看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个三连拍 好不好 很快哦 我们要这个很酷哦 不是 很快哦 很快的三连拍是吗 特别快 一下子 GF动图 对对对三连拍 来来来 行 来 三 二 一开始 三连拍 结束 你是懂什么叫连拍的 对对对 我很期待 大家回去之后把这个做成一个GF动图 三连拍 好的 好的 好嘞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啊 这款很好看工艺非常的好看 侧面还有这种金属边框 很棒 那我们不能转身哦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很应景哎 你们想知道吗 你看吧 叫他们保护嗓子现在累了吧 累了 哎 小凯说你们累了没声音了 来 想不想要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吧 分享你最喜欢的粽子口味 一般还是吃咸粽多一点 咸粽子 这个 那你猜猜我喜欢吃什么馅的粽子 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觉得我跟大家喜欢吃的是同一个馅 好行了 我们下一个问题 谢谢 就是为你沦陷 哈哈哈哈 好的 来看下一个 好我们下一个 请看大屏幕 嗯 这个他们这么安静 一般都跟产品有关 咱们得做 哈哈 那不能这么安静 你看 要不要 可以 来 得做 得做 嗯 啊 介绍一款 介绍一款 好 来 我们的 BL 312 辛苦 好 这个其实 已经很 有特别 很有质感了 没错 行 那就来吧 金牌销售上线了 来 各位 开始 百搭的方圆镜 互感加持 日常送礼的最佳选择 就是他 感的漂亮 好的 收获到了 啊 马上就加了 他说眨眼睛 眨眼睛 眨眼睛 我看到了 眨了 眨了 好 下一个挑战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兵梦 哎呦这个你都看了咱就做吧 哦对我怎么看 已经看了咱就做吧 没事我都已经就是 反正 对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默契了 默契啊 好 我们请工作员上一下道具 这个环节呢 我们需要在现场 制作一个拼图 好不好 然后呢 这个拼图就是我们 暴龙的当家的龙露 啊 如果能够拼出来他的话 我们就算挑战成功 然后我们带上这款 BL3175 哎呦一个比一个帅 来吧拼图 好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拼出来 天哪好厉害呀 第二个 对 哎 看起来像这边 现在是我们的一个 沉浸式拼图时间 嗯 我们要不要稍微这样测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到小凯一点 好嘞 好厉害呀 天哪 我用尽毕生所学 我刚踩牌踩了衣裳 我都没把它拼出来 那我说真的 你得去重新上上学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暴龙的龙龙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恭喜 我们的小凯 胜利通关 我们把这道具收一下 好的 那我们这样辛苦 小凯可以签个名字在这个上面 好吧 我们做一个 留念 好的 谢谢 来 辛苦我们工作人员 那拼图过后 我们也感受到了 不愧是我们 暴龙六年 优秀的代言人 这说到产品 说到我们品牌的形象 都是如数家珍 成长再次给我们小凯一点 欢呼声好了 谢谢 谢谢 今天真的太感谢小凯到来了 我们分享了特别 好搭 好看的墨镜 还有新款的系列 同时还做了游戏和互动 那接下来也希望大家呢 可以通过今天的活动 收获到我们暴龙的品质 和潮流的属性 那今天其实我们还为 我们的小凯准备了一份礼物 哇 那其实我们已经拥有 六年的合作的历程了 那今天我们也希望 借由粉丝见面会的现场 我们把这份礼物 送到小凯的身边 那在送礼物之前 我们要不要幻想 这次的新系列 好不好 好 这样我们来看看 这次的礼物会是什么呢 有请我们的品牌嘉宾 为小凯送上定制礼物 真好看 然后是一辆单车 然后这边 我们还有一副 眼镜 我们辛苦 我们品牌的嘉宾 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骑形的眼镜 哇很酷 是的 好的 所以说呢 这份礼物 我们也把它送给小凯 希望呢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可以享受生活 然后有机会可以出去 骑骑玩一下 谢谢 非常感谢品牌 这么用心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 因为暴龙 所以让我们每年都有一个 见面的一个时间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 暴龙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支持暴龙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品牌嘉宾 先把车子收好 好不好 稍后我们会一起给到小凯这边 那刚刚呢 我们也分享到了 今天呢 其实我们的单车 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 都可以去户外 我们比如说去郊游 去户外运动 那小凯 也分享一下吧 工作之余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放松一下 或者是做怎样的努力 一般工作之余呢 可以出去慢跑一下 或者上健身房去运动一下 或者去户外去走走路 三三步运动 这个其实会让那个 你等我说话是不是 有收到 那我们听一下 小凯现在有话要跟大家分享 对就是在 收到哪来的 算了就这样 就工作之余 出去这个骑行 然后呢 去探索世界 好不好 然后呢 那也非常感谢 今天所有朋友们的声量和呐喊 大家的这个爱 我们全部都通通收到了 也非常感谢 今天小凯专程 来到我们的暴龙 要你好看的活动现场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们 那我们在结束之前 我们也希望 小凯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送一些祝福 好不好 来到现场的朋友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吧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 呃 就祝大家今晚都睡得好 哎 好的 睡得好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这也是我们最朴实的祝福 给到大家了 其实这两天呢 也特别好 也是我们的这个24节期当中 第九个是盲众 也希望每一个朋友 都可以有所收获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无论是在工作 还在生活当中 都可以闪闪发光 像我们的小凯一样 好 好 谢谢 那下面我们就和全场来一张大合影 好不好 好 来 朋友们 做好准备咯 好的 来各位 看上情风 尤其是后来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今天 我们 新的墨镜 也分享了 好玩的生活 也和大家互动了 那合照 也拍过了 各位开心吗 谢谢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暴龙 群球品牌代言人 和我们的暴龙 创意合伙人 小凯的到来 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谢谢 谢谢 最开的 演讲会 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小凯的到来 全场欢迎送小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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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